好 今天讓大家覺得好羨慕 長榮海運發了年終 去年是發了10個月 今年更狂發了40個月 那等於說如果你領6萬塊的薪水的話 你今天拿到200多萬的年終 詳細的狀況把時間交一切 這真的不是用羨慕來形容而已 這真的是太瘋狂了 我今天早上看到訊息的時候 也有很多網友 就是長榮海運的員工po文上網 就引發了大家的一陣討論 真的 這不是假的 因為今天跳出來這個薪資明細 就是說某某員工你的薪資多少 然後你的年終入貸了一兩百萬 這真的都是事實 長榮集團向來都是在元旦前一個 最後一個工作貼來發放 所以以今年的話就是今天發放 不少員工昨天晚上都在等 一早的年終入帳 今天早上看到這個年終獎金 確定金額入貸了之後 知乎說我是不是看錯了 長榮海運去年的時候 其實就表現不錯 因為受惠於疫情相關的塞港 還有運費持續的往上漲 所以長榮海在去年的時候 賺兩百四十三億元 當時發出了十個月的年終獎金 今年比去年多賺了一個零 大概兩千億不是問題 等於說去年員工們 當然就非常期待 在今年的年終獎金會不會更高呢 大約我們都在猜是十個月還是二十個月 結果答案揭曉是四十個月的年終獎金 所以如果以底薪六萬塊來算的話 一口氣就進賬超過兩百萬元 真的有很多員工說沒有看說自己有領過這麼多錢 那照理來說其實長榮的高層也有對外說他們在發放的時候其實還蠻猶豫的 一方面是希望員工的薪水福利不要有太大幅度的這個波動 但是又考慮到這兩年來的確公司真的賺很大 那過去景氣差的時候呢 甚至公司有沒有發年終獎金的時候 所以才會決定在今年大方來給 另外的財經訊息帶大家來看到是華為 華為我們知道大陸的半導體呢 其實受美國這個禁令限制啊 都衝擊到他們接下來的發展 但是現在華為難道要來逆轉勝了嗎 因為傳出他們正積極的要來反撲 打算花一百億的美元要在深圳 建立所謂的晶圓廠要切入晶圓製造這個領域 那他們有一個透過官方的資金 再加上華為自己有晶片設計的能力 以及中芯半導體製造這三大優勢 但是美國的禁令當初就是不准相關國外的設備廠來出貨給華為啊中芯 所以現在傳出說華為要來找台積電的供應鏈 尋求合作擴大大陸半導體的自主能力 包含像是誰被點名了 台積電的這些大軍們 像是加登 凡宣 漢唐 中砂等等這些設備廠都被點名 但其實廠商他們也還蠻低調的 目前都沒有透露任何的訊息 接下來在大家看到的是西安封城的狀況 衝擊的除了有一家台灣廠商之外 還有在三星的記憶體廠 三星的NetFlash快閃記憶體傳出就有員工在當地確診了 相關的材料進貨也因為封城關係受阻 所以預計會減產大概2.5%左右 這個NetFlash快閃記憶體的報價 短期就會因為供給比較吃緊的狀況之下 而價格往上漲 那停產或許有機會會到春節前 專家就看好了台廠或許有機會受惠 包含像是群聯 威剛 望虹等等 那另外在西安的部分 這個歷程是記憶體的封測龍頭 目前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個產能利用率是不到50% 預計會影響到明年1月的營收 他也是第一家受衝擊的台廠 會不會跟美光客戶之間的一些合約 有出現就是低潤出貨會受到影響呢 這個還要再看當地西安的疫情狀況 什麼時候能夠正式解封